不在凌晨雪以外 其實我知道余景灣在哪裡 不過真的沒怎麼進去 難得最近認識了一位朋友跟我一樣喜歡煮食 又喜歡喝飲食、去旅行 那今天就讓我進去會一會他 其實我也有幾個朋友住在余景灣 但是這麼大個兒子應該只是進來一次半次而已 其實進來這裡真的很格涉 尤其是我住得遠 簡直現在覺得去了旅行 適逢最近認識了一個新朋友 他又很喜歡煮食 他的背景很有趣 因為他有一個奧陶的血統 所以今天就特地進來余景灣 去他家 叫他教我做一道半道的奧陶菜 現在我已經來到余景灣了 Hello Hello John 你好 你好 John這個朋友真的挺好客 看見過山長水丸一早來到 他竟然準備了早餐 一碗魚片頭米線 讓我先醫治一下 那之後他再慢慢教我去煮食 Hello 你好 John 我想問你今天會教我做什麼 Eddie我今天教你做這個馬介要求 馬介要求正 因為每次我們去這個葡國餐廳 我都一定會叫 嗯 我今天教你 你可以以後才會 安助家中在家裡煮 就不需要去母母女吃 那我們今天就跟John學做這個馬介要求 那我們需要什麼材料呢 材料就是有以下的 雖然是有馬介要 其實馬介要是鹹魚 但是我們要怎樣做呢 就是去超市場買一條雪魚 即是Cockfish 記住 不是的銀雪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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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完全不同的東西 一定是在Cockfish牆 即是在Frozen 才可以買的 這個大概是400克 然後我們有一點點洋蔥 這裡是有三分之一的洋蔥 鐵粒 然後有半個薯仔 蒸熟了的薯仔 有幾個焗薯 然後我們有一點點蛋漿 薯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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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剛才說 雪魚和銀雪魚 是兩樣東西 對 雪魚就是Cockfish 它本身是較硬身的肉 而剛才我們所說 銀雪魚 平時我們會吃日本菜 它比較有的 所以兩者是不同的 你用銀雪魚來做出來 它會較為 有一點點難發達 做不到各個各個魚鬆的效果 首先我們還是要做一個醃鹹魚的動作 大岸這個是近年二三十年來 在浦磨萬一都會用的方式 即是說 你買了一條魚回來 首先就是 用一點點鹽 然後就醃它 這個大概是兩個茶匙左右 用量 醃味醃它兩個小時 兩個小時之後 現在就是開水 輕輕沖一下鹽 OK 接著呢 我們就可以用Tisher抹乾它 接著呢 水而滾了 我們接著呢 就夾水 浸浸到9至10分鐘 同時間就可以設定些範篩 好了 我們就把薯仔 壓在薯蓉上 半個好了 當魚蒸好之後 就可以倒走那些渡汗水 現在我們就準備去把魚去插進去 先的 那麼那層皮呢 我就不會外了 一會兒這個動作 我們可以一起做 就是這樣 心想打開 我打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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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要吃嗎 我打開了 然後加入洋蔥碎 拌勻 再加上一些番茄 然後加兩湯匙蛋漿 少許麵包糠 將他們拌勻 阿John說不用再加調味了 因為剛才醃魚的時候已經夠鹹 但如果怕腥的話 就可以加多少少胡椒粉 出了手動攪拌機 切一下 你看看,它已經變成一坨蓉 John又說,如果你覺得這個混合太濕,可以加多一點麵包糠 如果太乾的話,可以加多一點水 下一步,我們準備搓這個麻糬的用頭 傳統分法就是兩隻羹 兩隻羹都要一樣的形狀 用這個羹去調整一下 你用手,對,我用手 然後用這個方式去調整一下 很簡單嗎?好像很簡單 到你嘗嘗吧 到我嘗嘗吧 這個很沙漆 你看到那些層面突出來了 現在不是炸了,很快就焦掉了,不然不漂亮 你沒吃過這個菜嗎? 有的一定有的,只是以前在澳門去過的餐廳 但可能在餐廳吃的時候,它可能有薯仔多於什麼 那就OK了 另外,我又不覺得對它的印象特別深刻 就是這樣了? 就是這樣了 就是這樣了 這樣可以弄好了 好,加濕再弄好了 John,我們現在弄完這些馬戒的要求 然後怎樣做 是立刻拿去炸 做完之後呢 其實最好就是放進雪櫃去暑一暑 怎樣暑一暑 作用就是 因為剛才你炸一暑 現在還有一點濕的 是不是? 那你放進去裡 讓它再乾身一點 是 還有呢,可以讓它定延 哦 這樣炸到大約半個小時 半個小時 然後就可以拿出來炸 去炸 其實每塊就用中火炸大約三至四分鐘 炸到外邊金黃色就OK了 如果你要炸得好一點 就是淋上油鑊 幫它再用手 輕輕微 硬硬硬硬硬 OK? 那接著就可以放下去 這樣做 OK 最後放回它靚靚的 我們這個馬介優炸薯球就完成了 那這個呢 就是阿John教我們做的馬介優球 希望你們喜歡 那如果你們有什麼問題 關於澳袍菜 歡迎你去Message阿John 他很好人 那你有什麼問題 他一定會回答你 沒有問題 那還有呢 其實我們接下來 會是一個檳城的旅程 那我們這次會做些什麼 嘩,這次多東西玩 除了去看不同的東西之外 我們就會食文 檳城現在最出名的 兩間炒貴丁的店 還有一件很適合的 就是我們會找當地一個 很出名的廚師 會加我們煮一個叫做鮭 就是那些果 所以其實我對這個旅程 都非常看待 因為我自己還沒去過濱城 還有大家都說 濱城的東西吃真的很棒 所以到時呢 真的繼續 向你多多學習 那如果還沒訂閱我的頻道 就記得訂閱 追蹤我的頻道 追蹤我的Facebook page 和IG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